相較於春光明媚的春天 更想看到水珠所帶來的陰玉雨天 只有雨水帶來的味道 才能知道曾經觸手可得的事物其實一直都在 年僅15歲的孝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男孩 他生活在一個曾經美滿 但現在卻分崩離析的一個家庭裡 父母親離婚 孝雄與哥哥跟隨媽媽一起生活 不過除了時常得要主動包攬家務事外 還要為了自己成為女佣智傑師的目標 而努力打工賺錢 這也讓孝雄比一般同齡的同學更加成熟 進入梅雨的季節 本來還在去往學校圖中電車上的孝雄 一如往常的在雨天撬掉了學校早上的課 到了他旷課後一定會來設計鞋子草圖的梁婷 這時梁婷多了一位27歲的成熟女性 勉腆的互相點頭示意後 孝雄開始在自己的畫本上練習字節的畫 但他根本無法專注在自己的世上 而是將專注力放在眼前的女性身上 手拿啤酒配著巧克力 真是奇怪的組合 不過總覺得這位女性似曾相似 鼓起勇氣向他詢問 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 女人肯定的表示沒有 但在注意到孝雄身上的校圍後 改口說道 也許我們真的有見過 便起身給了一句短歌後離開了 隱約雷鳴 陰霾天空 但盼風雨來 能留你在此 或許是在暗示著孝雄 兩人還能再見吧 直至看不到女人身影為止 孝雄的視線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 這天之後 孝雄開始沒了心思在學校的學習上 在盼望的雨天到來時 孝雄在梁亭果然再次見到了那名女性 但兩人依舊做著自己的事 直到女性開口問了孝雄 你不用去上學嗎 孝雄則訪問他 你呢 不用去上班嗎 女性則略帶羞澀地回答 又翹班了 在這樣的交流下 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 後來孝雄起身準備離開前往學校時 女性這次則直言地告訴他 或許能再見 在這樣的下雨天 這讓孝雄更加期待雨天的到來 他們既像做了約定一樣 又像是不約兒童的 總會在雨天的早晨 一起在這涼廳見面 兩人的交流隨著見面次數增加 同樣他們心中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對孝雄來說 除了自協師這個目標外 現在他已經開始將這名女性也放在心中的某個位置了 但即便他們的距離越來越近 孝雄對眼前的成熟女性還是一無所知 不管是她的工作 所處環境 乃至連姓名都不知道 孝雄也想更多的了解她 但對方從未透露過任何關於自己的訊息 對孝雄而言 她就像是這整個世界的秘密 可是對於女性來說 孝雄或許只是個還沒有完全長大的孩子 落眉的季節讓兩人之間的接觸越來越頻繁 從原先陌生 到現在逐漸互相期待 而就算女性沒有打算告訴孝雄有關自己的任何事 孝雄每天仍是非常期待看到早晨的英語 這天孝雄告訴女性想成為自協師的夢想 或許是足以對他人的不信任 所以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包含自己的家人也不知道 而這也是孝雄敞開心扉 第一次對其他人訴說自己的夢想 孝雄相信眼前的她 絕對能夠認同自己 而女性看著眼前一直堅持不懈走向目標的孝雄 確實體會到她正在一步步變的成熟 曾幾何時自己也有著夢想跟目標 但面對生活的種種抨擊及挫敗 當初好不容易跨出去的自己 卻逐漸失去了當時的勇氣 似乎只有自己還著足於現況 在工作與心理的嚮往之間 她做出了選擇 而只有到了那個約定的涼體 才能夠讓她暫時忘記生活所帶來的痛苦 女性走到孝雄身後稱讚著她的設計圖 卻讓孝雄感到緊張的收起筆記 但實際上卻是那觸不及防的距離 帶給孝雄心跳的加速 不過很快的這股情緒就逐漸緩和了下來 就在她們要吃便當時 孝雄很快的就夾走了女性的煎蛋捲 但味道實在是難以啟齒 但她還是忍不住要捉弄一下她 想不到平時看起來那麼成熟的她 竟也會有笨拙害羞的一面 但她的便當味道不好 是在面對生活周遭所帶來的責難及壓力 使得她失去了一定程度的味覺所導致的 只有啤酒和巧克力所帶來的苦甜 才能讓她暫時找回味覺 暫時忘掉那曾經的痛苦 久而久之她開始依賴上這兩樣東西 不過孝雄的便當竟能讓她嘗出味道 也漸漸依賴其眼前這位 如巧克力般苦甜的少年 讓她能暫時忘記痛苦 不過在面對前男友的問候時 她仍舊殺著謊 把孝雄描述為一個老太太 她對孝雄感到深深的內疚 一樣是在雨天的早晨 她送給了孝雄一本女鞋圖鑑 雖說只是為了報答孝雄的便當 但今天的她似乎刻意打扮過 孝雄告訴她 她正在做一雙女鞋 但還沒有決定為誰做 而且進展不太順利 她明白孝雄的意思 她脫下了高跟鞋 將腳放在孝雄的面前 孝雄輕輕的觸碰著她的腳 這溫柔的舉動讓兩人的心跳加速 氣氛顯得更加曖昧 她看著身下認真寫著紀錄的孝雄 說出自己不知從何時開始 已經無法順利的走下去了 生活、工作都是如此 這是她第一次向孝雄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 但孝雄沒有因此感到開心 她無從得知女性經歷過什麼 甚至相處了一段時間 這時候的她 仍對女性一無所知 職業、年齡、煩惱 包含她的名字 不過孝雄仍無法抵抗女性對她的吸引 依舊每天期待著雨天的早晨 從那天後 天氣似乎像是被切換了開關似的 她根本不希望雨季的結束 獨自一人在晴朗天氣下的涼亭等著孝雄 但經過的人形形色色 就是沒有再遇見孝雄 這個一直給她心靈依靠的少年不見了 這天她在家中摔壞了一個粉餅 有多久她沒有再為了見到少年而打扮 這令她不禁鼻酸 她又重新拿回了擺脫很久的啤酒與巧克力 希望能用最初相見的狀態等回少年 但她才發現原來她一直停留在原地 只是她不知道的事 現在的孝雄給她心境上的變化 是正在促使她一步一步向前走 孝雄在這段時間不停的打工 湊夠上大學的錢 並不是不思念她 孝雄只是認為 如果違背自己曾說過只在雨天出現的話 那證明自己還是個孩子 為此 她決定將自己的心情轉化為行動 決定為她做出一雙鞋 讓她穿上能夠順利的走下去 且走得更遠 就像小時候媽媽拿到家人送的高跟鞋 露出的幸福表情 孝雄也想要帶給自己所愛的女人幸福 用自己的雙手來保護她 只是孝雄沒有想到的是 下次的見面不是在兩頂 而是在學校的走廊上 因為同學的叫喊 孝雄這時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做學野 現年27歲 是學校裡頗有人氣的古文學老師 學野在見到孝雄時 一直都知道孝雄就是自己任教學校裡面的學生 但當時的孝雄 並不關心除了自邪以外的事情 自然也不知道學野 後來從同學的口中得知 當時三年級某學姊的男朋友 轉而單相思起了學野 心生妒忌的學姊在校園中到處散播謠言 給學野慣上了勾引男學生的莫許有罪名 消息不僅傳到學校及學生的家長耳中 更讓身邊的同事無法信任她 這才讓學野在這段時間裡背負沈重的言論壓力 前男友的不信任 因壓力失去的味覺 都是因為這件事而起 就算多數學生都知道學野是被誣陷的 但學野最終只能選擇離開學校 放學後 校雄立刻找到了當時散播謠言的學姊 上前就給了她一巴掌 並與她身旁的人打了起來 隔天還是晴朗的天氣 但帶著傷的校雄這次來到了涼亭找到了學野 並回復了當時學野給她的短歌 品約雷鳴 陰霾天空 即使天無雨 若媚願留我 我亦留此地 校雄沒有單向的一廂情願 而是讓學野來決定她的屈留 因為就算不是在雨天 校雄也想和學野見上一面 就在他們聊著彼此的時候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他們一起跑到了涼亭 沒有埋怨這獨入其來的雨天 還記得當時第一次相見的天氣也是如此 而凌晨落湯雞的兩人 卻開心地笑著 之後學野帶著校雄回到他的家中 細心地幫校雄燙運著衣服 校雄則是貼心準備跟學野的中餐 看起來就像一對興奮夫妻 不用太奢華的過程 簡單的蛋包飯 一杯飯後的咖啡 面前是對的人 兩人心中不由的感慨 這一刻或許才是最幸福的 這時校雄對學野告了白 學野臉頰一熱 自己何嘗不是 但面對曾經的流言蜚語 她必須要制止開心的自己 她告訴校雄要稱自己是老師 而且下週就要搬回家鄉去了 她需要重新回到那裡 練習自己一個人 就算沒有鞋子 得到這樣的回覆 校雄現在說是失望 更多的像是原本開心牽著的手 突然被甩開一樣的錯愕 明白學野意思的校雄 道謝後穿著半乾的襯衫 緩緩地離開了學野的家 學野沒有不喜歡校雄 但對校雄來說 就如短歌裡的 若妹願留我 我亦留此地 學野沒有要留她的意思 讓她只能選擇離開 不過校雄怎麼會知道 那晴朗的暑假期間 學野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度過的 學野內心無比的掙扎 畢竟自己是大校雄12歲的女人了 一直忍住不說出喜歡 到底該不該坦然面對自己對校雄的情感 時間每過去一秒 學野越不能冷靜 但想起校雄那沒有掩飾的付出 還有那句搭歌 他才醒了過來 無暇穿上鞋子的他也能奔向前 而跌倒在地上的痛 也不會比錯過更痛了 慶幸而是 校雄還沒走遠 但校雄看著眼前的學野 說出像是背著練習好的台詞一樣 其實自己一點也不喜歡他 甚至抱怨地說 當時明明就知道身份 為什麼當時不早點說出來 用句短歌來作弄他的感情 一切都是自己的異鄉情願 如果是這樣 那一開始說清楚就好了 校雄私心裂肺的吼著 他將所有內心的傷痛傾瀉而出 學野內心刺痛不已 沒有猶豫地跑向校雄 兩人相擁而氣 氣不成聲的學野勉強傾訴出自己的內心 其實自己每天都打扮得整整齊齊地要到學校 可是心裡的恐懼總是讓自己望而卻步 但真是校雄的出現 才救了陷入巨大恐懼的自己 之後學野還是回到了故鄉教書 而校雄雖然回到了平常的生活 但他比以往都還要努力朝向自己的目標 學野比以往都還能面對生活 如果我們相隔兩地如此遙遠的距離 就用信息來互相鼓勵 他們這段時間用著最關切的心 寫著最有溫度的信 就如學野信上所印的 When I grow up and feel in love I ask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of hand 兩人早已都是對方心中不可或缺的那一塊 而那雙約定好的女鞋 校雄終於親手完成了 如果哪天自己走得更成熟穩重些的時候 我們約定介紹一面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 青海城2013年電影《營業之庭》 我是三賢帶你用動畫看遍人生百胎 我們下次見 掰掰